這保留公司裡面超漂亮的耶 它的小吃攤都不貴 吃起來就是酸辣酸辣的 我們剛剛那個小吃攤那邊 買了兩個很酷的東西 我覺得查出起來還是一樣熱鬧耶 這邊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我們現在要去後面的仙羅天地 那在這邊可以搭他們的交通船過去 仙羅天地它裡面有一個室內水上市集 我們之前都還沒有去過 那我們一起去逛逛吧 來曼谷啊 我很推薦搭交通船 因為這整個超比野河畔很漂亮 就是白天晚上的景色都很漂亮 我們下船了 我們剛剛搭接駁船的地方是在 那邊有個購物中心叫River City 它那邊就可以搭仙羅天地的交通船 是不用錢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仙羅天地的話 可以來那個地方搭交通船 我覺得很方便 這百貨公司裡面超漂亮的耶 它那個專項超美的 一樓就很美了 看看是不是在一樓 我想要看室內水上市集 一樓這邊有一個吃飯的地方 這邊都很多餐廳 你看上面的造景 超美的耶 它的小吃攤都不貴 就是六十八十 就不是我們所想的那種百貨公司價錢 這邊除了吃的以外 它有一些小攤販 有賣一些設計的衣服 很像家在自己周邊的一些設計的那種服飾攤 只是它把它導造在室內裡面 所以你逛這個地方啊 感覺很像是來到市集一樣 真的很棒 而且這周遭都是小吃攤耶 就是那種 我們最近夜市會吃到的小吃 我們走去二樓看看 它還有樓上喔 它二樓有按摩店耶 很酷耶 你看 哇 這邊真的很大 來這邊吃東西就對了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換會所 這邊有一間super rich 剛剛在後面有一個小攤子 它是賣泰式酸辣麵的 它的攤子座位前面就有一組位置 可是剛好有人在吃 不然在這邊吃一定更有感覺 那還好我們這邊也找到位置 我剛剛去那邊點然後拿過來這樣子 這一碗呢 是六十塊泰銖 它的湯也是那種涼拌泰式的酸辣味 因為它那個料啊 是有加辣椒粉 小蝦米啦 有加花生 有加辣椒的香料 吃起來就是酸辣酸辣的 那它麵條呢有蠻多種選擇 有河粉有冬粉 還有這種比較寬的麵條 那還有黃色的麵條 嗯 很Q 嗯 它的魚丸很脆 好吃 它這邊有很多小攤子 小吃攤子 其中在那一區 等一下我們早上先吃完這個麵 我們再去吃麵買小吃吃 我們剛剛那個小吃攤那邊買了兩個很酷的東西 它是老闆那邊現撿的 這一盒是五十塊泰銖 然後這個呢 我覺得應該是鹹的 所以它上面有這個油蔥酥 那我們先把油蔥酥加上去 這個上面呢它放了一袋砂糖 砂糖裡面有黑芝麻跟白芝麻 嗯 那我先來吃吃看這個喔 這個有透明的有白的跟藍的 那這樣一盒也是五十塊泰銖 我先吃透明的 好香喔 這裡面是貢糖的味道 金門那個貢糖的味道 然後外面是QQ的一層那種 良緣那種QQ的感覺 裡面鹹甜鹹甜的 搭配外面有油蔥酥 我覺得這好吃耶 它裡面的花生是大顆的 有大顆然後有那種花生泥很香 好奇妙喔 就是鹹甜鹹甜的 可是不會不搭 好吃 這個藍藍的看起來就很特別 兩個內餡是一樣的 反正這個皮比較沒有那麼Q 反正這個皮比較像是那種 麵粉糊嗎還是什麼的不Q 但裡面的內餡是一樣的 當然都是白的 嗯 白色跟藍色的味道是一樣的 它只是擦在藍色 它可能有加一些什麼色素或什麼的 會讓它看起來蠻蠻的 但我覺得這三個來說 我比較喜歡透明的這個口感 因為皮是Q的 但三個內餡都是一樣的味道 好吃 這有三種顏色 有綠的 藍的 白的 那我先吃白的 裡面本身是有包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綠豆蒜嗎 就是黃色的綠豆蒜 我再多加一點糖 因為它不甜 這我比較不喜歡 就像是在吃綠豆蒜那個黃黃的 它的皮沒有那麼Q 也不是麻糬 裡面也是包滿了那個很像綠豆蒜的東西 這我吃不慣 我吃吃看藍的喔 我吃不慣耶 這裡它每一層的造景都不同 然後好大 裡面有超多品牌店 有另外一區是大業高島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那種結合式的保護公司還是什麼的 超大的 那我們現在先去換會所換錢 這間SUPER RICH的匯率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就小額換了一點 因為大家如果要換錢的話 如果覺得匯率不太好的話 就可以先換一點點 然後之後去別的地方有 換會所的話再去換這樣子 但是呢 曼谷的匯率是最好的喔 清邁的匯率很差 所以大家如果要移動的話 建議在曼谷多換一點 因為清邁的匯率是真的有差 那六樓呢 有一個噴水瀑布喔 很酷 這邊好漂亮喔 七樓就可以在上面看這個瀑布 下面有那種餐廳 它其實在瀑布旁邊 造景很漂亮 那邊還有一個餐廳呢 是直接是戶外的 就可以看得著畢業河畔 在外面用餐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 恰突恰週末市集 交通方式呢 可以搭到地鐵 恰突恰Park站 走出來呢 走一下就會到恰突恰週末市集囉 恰突恰禮拜五晚上是有夜市的 屬於批發 就泰國人會去批發的時間 那六日的話呢 就是夏日市集 這樣就會很大 不知道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還是很多點 我們去看一看 之前來恰突恰的時候很大 很熱 因為是大白天的 然後就是太陽很大什麼的 今天還好 天氣是屬於陰陰的 希望不要下雨 但是這個天氣逛起來就沒有這麼熱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恰突恰還是一樣熱鬧耶 現在還是很多店 蠻多人的 可是當然沒有之前這麼多人 就是 之前真的是 整個街都是人 很擁擠 但是現在呢 就是還好 沒那麼多人 可是基本上店家是有開的 那恰突恰週末市集呢 它就是賣了很多的衣服 鞋子 包包 來恰突恰週末市集逛的話呢 慢慢挑 慢慢看 但是它這邊很大 所以會逛很久 白天逛稍微熱一點這樣子 來曼谷玩啊 可以週末選個一天 來恰突恰這邊 逛逛衣服 然後吃吃東西 這邊的衣服 大概一百多塊 牛仔褲大概長褲兩百八就有 除了這種大街上呢 它有小巷 就是大街的旁邊那種店家裡面 又再有小巷可以進去逛 我看到我那麼賣西裝褲的喔 一件才兩百二耶 這邊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而且我覺得目測還是會看到好看的衣服 那種比較韓風的 我剛剛有看到那種就是比較文青風的衣服 因為像我很不會逛街 所以我比較不會去逛那種巷子裡面的 但是它那種大街上 其實你一眼目測就可以看到還蠻多間店都還不錯 我們現在找到一間餐廳吃 它是賣土耳其的KBOP 然後因為它是在那個大街上 其中一間店 那我們還沒吃東西 想說要先過來吃個飯 而且它還可以室內用餐 先吃個東西等一下繼續逛 因為真的很大 我們不知道大家要買什麼東西 趕快繼續 我點的是雞肉的KBOP 好燙喔 它的那個皮啊 它已經炒了外酥內軟 它是那種很像法式麵包的那種皮 裡面夾著雞肉跟那個蔬菜 還有那種黃黃的起司醬 好吃 這個是牛肉的 其實配料兩個是一樣的 只是插在它的肉 這是牛肉 這是雞肉 它牛肉有一種日式燒肉醬那種感覺 卡圖卡呢 它的地圖 有分服飾區 園藝區 二手區 還有美食區 大家可以先上網查一下大概的那個路線 因為我們也是上網查別人分享的 查出查的那個位置的販賣的東西 逛來逛去還是不知道買什麼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逛了一圈了 那我們等一下差不多要離開囉 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